正经关不了 关不了正经 大家新年快乐 今天正经关不了呢 在过年特别节目当中 请到了一位 大家都很熟悉的老朋友 也是一路在 我们跟我在主持节目 人生的高峰低谷 都一直鼓励我 算是我一个非常敬重的大哥 杨石秋议员 我觉得不是 应该怎么说呢 我觉得他的 他的人生观 他在议会中 坚持是非 他的个性跟他的从政 一直是我一个 很好的背影 所以今天呢 在过年的特别节目当中 我要来请这位 他是这个 可以这个 上通天文下之地理 特别谈起 国际局势 特别谈起 美国历史 可以如数家珍的 牙史秋 秋歌 这场乌克兰战争 大家看得很清楚吗 我让你卖命 我用一个台湾把你 中共只要陷在里面的话 我就可以陷赚三兆五千亿 如果万一我的殖民地 日本也参战的话 我那边还有三兆 日本是全世界 净外债 他外债也有 但净外债他最高的 他有三兆三千亿的外债 就是人家欠他钱 三兆三千亿 日本是全世界外债 不是美债 全世界说外 他三兆三千亿 美债来讲 中国大陆最高 但是我们这三个国家的 外汇层底加起来 是全世界 除了美国之外 百分之六十 这场战争 你过去发了 全部都回来了 所以现在日本也跳进去 我也怀疑岸田文雄 为什么会 也积极地做修改 是不是跟田中角龙一样 看到田中角龙下场 被抓去坐牢 你也怕了 因为你知道吗 统一教世界 不是一堆 现在岸田文雄 身亡一落千丈 安倍不容易干掉 也是因为统一教 那统一教 彭比我不知道 那时候你可能来一下 我念高中的时候 统一教在台湾残教过 结果后来蒋经国就制止他 统一教是属于基督教的一个异端 你知道最早搞出来 是谁帮他搞的 普正希 因为韩国人非常 韩国人非常信基督教 韩国人在基督教这一块 大部分基督徒 我常常讲 牧师不会去当CIA 可是彭比 CIA会当牧师 你懂我的意思 牧师不会当和尚 但和尚可能 牧师和尚不会当CIA CIA可能会变成和尚 统一教就被 当时是普正希先来弄起来 还要反共 所以统一教是非常反共的 你可以看川普选举的过程当中 你看到亚洲的面孔 而且很积极 都统一教的 那后来统一教 也有美国的势力的介入 所以你如果拿到统一教的钱 可不可能也变间接的拿了美国人钱 统一教你可以查他 当时在韩国兴起的时候 在一个普正希高压统治之下 他能够快速的成长 而且他的教育平行 是跟基督教的传统教育并不符合的 你知道吗 你刚才讲的文先民嘛 这个你跟他结婚 那你跟他结婚的 他就是用一种宗教做他的工具 当然文先民现在好像过世了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今天台湾必须要理解 如果连韩国都会要求 美国我们要打的话 核共享 日本都会要求说 我们如果一旦发生战争 我是主动出击 台湾怎么会打巷战 台湾怎么会布雷啊 你起码要跟日本一样嘛 你起码要跟韩国一样嘛 要怎么登陆嘛 我说我守过中营的海防 海上登陆的多困难 怎么可能 我一直不懂 布雷在布什么 所以一个就是贪头决战 一个就是把战争 不是在台湾本岛 可以到对面 他会考虑 就像这次日本的 我会主动攻击你的 一些所谓的攻击我的飞战基地 就像我说的 如果中共发现 它本身也有战争的危险 而中共也很清楚 让美国人知道 如果我受到你美式武器的攻击 我宁愿全国毁掉 我攻击的也是你美国本土 就不会打仗 但是如果你傻乎乎的跑去打美国关岛 关岛 大部分都查诺默人了 有多少美军了 夏威夷他都不见得在乎 但是如果说这些 Washington DC的政客发现 他也是核子武器攻击的对象的时候 战争就不会发生了 华尔街这些大老板发现 美国也变成一个可能发生 问题就解决了 所以解决问题的方法 我觉得在二十世纪 为什么一个两个超级大国 维持这么堂的和平 某种程度那个疯狂 max mutual destruction 保证相互毁灭 是有效的 而且我很坦白讲 喷批 凹下去的结果 中共不可能活太久 你用时间来讲的话 你中国大陆这种政治制度 基本上不符合原性嘛 那你何必这个时候 用把台湾当作调尔 然后把这些台湾变成战场 你可以看最支持 美国这个战略的一个是英国 他们都算盘嘛 你可以看什么印太战略 第一个跟欧盟国家 跟日本签力类似军事防卫 共同防御条约的是英国 英国当然很清楚啊 如果战争一带发生 香港重新回到我的怀抱 英国是全世界最滑头的国家 全世界最滑头的国家 所以我们 有一次我在国附纪念馆 彭平你知道吗 我听到几个年轻人来聊战争 他们怎么说 真的两三个 他们怎么说 如果发生打战 看美国爸爸会不会来救我们 他们可能开玩笑的 我不骗你 年轻人大概都是二十几岁大学或研究生 在国附纪念馆我们喝咖啡那个附近 我们上次不是去喝咖啡那个地方 美国爸爸会不会来救我们 我告诉各位 会不会彭平的答案是一个 我不知道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 你当人家爸爸 他不把你当儿子 你以为你叫他爸爸他不把你当儿子 美国在全世界如果算他儿子只有两个 一个是以色列 以色列可能不是他儿子 可能是美国人的爸爸 所有人都 川普这么疯狂的人不敢得罪以色列 所以美国可能是以色列的爸爸 也可能以色列是美国人的爸爸 那个是他可以为以色列打一场核子战争 另外一个 跟他说 血肉相连的 英国 你知道我最近又看了 重看了一本书 看了之后感慨万千 跟台湾处境非常类似 黄仁宇你知道 大历史 他都是明朝历史的专家嘛 明朝史的专家 他写了万历十五年 几乎变成经典之多 他二十年前写了一本书 我看了之后 我现在想到来台湾的情况还蛮类似 他写了一个 从那时候蒋介石日记 刚刚从哈佛的 从那个时候 符合图书馆公开 从符合图书馆公开之后 他根据蒋介石的回忆录写了一本 从蒋介石的回忆录来看当时的历史发展 我后来猛然发现了 跟台湾真的目前情况很类似 他写蒋介石 蒋介石当时是居士强人 中国战区的最高统帅 可是你知道 在这本书里面 他写到他的史迪威 他的参谋长 史迪威跟今天台湾一样 他要蒋介石交出所有兵权给我 全部我指挥 史迪威后来在他回忆录里面 因为史迪威叫蒋介石叫什么 他看不起蒋介石 他认为他很出路 他叫他花生米 因为他脑袋像个花生米 他说花生米听完我的建议之后 两个脚一直晃来晃去 眼眶含着泪水 他认为蒋介石你憋了 所以其实我真的建议 今天台湾不管未来当总统 是赖清德是陈建云 你都看看这段 彭P我相信你了解美国人 跟美国人相处之道 我也知道跟美国人相处之道 美国人我相信 如果你全世界上 他们是最和善的名义 以及很多国家 他们是和善的名义 基本上来说 因为他们有信仰 但他政客当然就不一样 有权力就会邪悦 你知道吗 当时史迪威在这个日记里面 蒋介石不了解美国人 美国人如果犯错 你要告诉他 对不起这里不能抽烟 请你出去 他会给你鞠躬 很不好意思地走出去 但是如果说 你视而不见 他就继续抽烟 你国该你家的事 你跟美国人交往一定说 他犯错就告诉他 台湾今天不能够为你卖艺 你愿意让你的孩子 来台湾跟我们一起共同防御 还是你希望你的孩子 也是在战场上 我跟你讲 美国人你必须具有力争 蒋介石犯的最大的第一个错误是什么 他里面也解答 191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 日本人很少整个东南亚 你看到那个历史就跟台湾很相似 你知道蒋介石最精卫的部队 不是来帮我们守南京 不是打长沙保卫战 全世界最精卫 当时中国最现代化最精卫的部队 由孙力仁 杜玉弥 郑栋国 廖耀乡 全部是在出国留过学的 这些师长 军长 帮谁 帮英国人守殖民地 守印度跟缅甸 因为英国人是美国人的body body 所以中国大陆已经打到 几乎民穷裁军兵困马伐的时候 你最精卫的部队 新一军 新六军 全部由 因为你是美式装备 由始敌为指挥 然后帮谁守殖民地 帮英国人守印度缅甸的殖民地 所以他们叫做印缅衍征军 结果1912年 因为史迪威为了表示 你们全部打挂 你看我指挥的中国部队可以打赢 就1912年 第一场印缅战争 远征军的部队伤亡几乎殆尽 百分之五十负伤 死亡人数超过二十% 就史迪威就跟蒋介石表示歉意 蒋介石就犯了一个中国人最大的问题 他跟蒋介石就讲 在《黄人艺》这本书写得很清楚 他说这不是你的错 其实如果正常的彭批 我们了解美国人就要讲这是你的错 你怎么可以把部队布置在这里 下次不可以犯 这是跟美国人就讲 你也不要难过 这不是你的错 从此之后史迪威就吃定蒋介石 所以到1944年在这个日记里面 史迪威日记也有写 蒋介石日记也有写 史迪威带着谁 带着罗斯福的信告诉蒋介石 叫你交出兵权 所有部队全部我指挥 你中国战区最高统帅 你靠边 我参谋长 在《黄人艺》这本书 你看了之后跟台湾这些像不像 叫你全部交出兵权 而且将来如果共产党的 包括共产党 有美式装备的话 也由我指挥 你现在除了美式装备部队之外 你所有的嫡系部队 指挥权交到我手上 然后他把 当然他也掌握到蒋介石 他们家族在那边A钱 就递给了 由马歇尔 当时的国防部长马歇尔 帮罗斯福尼的一封信 结果后来还是靠美国的解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的哥哥当外交部长 他有一个秘书是老外 他一看到罗斯福的信说 这个信的态度跟内容 不是对一个盟邦的援手 你对一个第三世界非洲国家 你都不能写这封信 结果你知道蒋介石做的行为 可以给今天未来台湾当总统人做参考 当然也不是他想的 这一个美国人帮蒋介石的一方性 我要求立刻撤犯史迪威 否则话这样战争我自己来打 我们才知道后来来谁 魏德迈嘛 所以史迪威一辈子恨蒋介石 一辈子恨蒋介石 这个被称为大兵将军的史迪威 他做梦都没有想到 他在他日记写花生米 在那里摇着他的脚 眼眶含着泪水 被我逼得要交出兵权 结果蒋介石 他最后是靠 因为那个美国的秘书 就是宋美尼哥哥宋子文 当时外交部长的秘书是美国人 他知道美国的个性 你怎么可以拿对一个国家元首 而且盟邦的元首 你交出这样的信 啪 换了 就是后来跟我们比较友好的魏德迈 这是跟美国人相处之道 你不能美国说 你要布雷 你要当兵当一年 你这边要怎样打 你要告诉他 我是中华民国的元首 牺牲的是我的人命 打仗是我的钱 上颂的是我们的未来 我希望你支援我 但是如果你来指挥我的话 对不起 请你回家 蒋介石后来能够拿回出道 我说我如果当中国战区最高统帅 请换这个参谋长 如果不换的话 我们自己独立作战 后来连罗斯福看那封信 都觉得尴尬 他吃定你了嘛 当他在应免战役的第一场战争 把眼睁睛打了七零八落 损失殆尽了 蒋介石刚 想说没关系了 他犯了错误 今天台湾叫有一个人 可以硬着肩膀告诉美国人 我们是国民所得 今年是三万六 我们的人口是全世界密度最高 你的布雷车 你要摆哪里 我没意见 但对不起我们不买 因为这个地方 全世界还没有一个国家 用这样子方向打仗 当你这样子直接告诉他 甚至诉诸美国人民 我跟你讲 美国人民绝对 绝对会站在我们这边嘛 你怎么会叫一个 就等于说将来在纽约布雷 如果说他们某某的将领 从哪里登陆 我们在纽约布雷 然后就可以 你说美国又疯掉 我们在San Francisco布雷 因为San Francisco很重要 还有Silicon Valley 我们在西雅图布雷 因为西雅图很重要 西雅图很多总部在那边 华尔街太重要 我们在华尔街布雷 你去跟美国人讲 我们台湾建议 你这个布雷车放到那边去 可能很重要的话 美国人会当场吐你口水 你疯了 而台湾既然兴高财烈的 国王部宣布 感谢美国人卖给我们布雷车 人家送你棺材 还叫你付钱 而且价钱比别人贵了十倍 然后还叫你在很远很远地买块墓地 是台北的黄金地段的价格 然后你也说谢谢 你墓地也帮我买好了 棺材也帮我准备好了 那车子多少钱 最贵的车子 今天台湾人要敢于说不啊 就像我说的 肖美琴如果你是台湾的驻美代表 而不是美国的驻台代表的话 你的英文这么溜 你就要告诉美国人 你们同意在华尔街布雷吗 华尔街太重要了 你们同意在Washington布西 D.C.布雷吗 你们同意在最重要的 德州的Houston的附近 有很多猎猎工厂 布雷又太重要了 台湾今天就是没有人敢跟美国人讲话 如果蒋介石这样的军事强人 都只能如史迪威所描述的 这个最高统帅花生米 摇着脑袋然后晃着脚仓皇失措 可他最后起码接受了一个老外的建议 直接告诉罗斯福 这场战争如果你跟我们合作 我们愿意聚意配合 但如果按照史迪威这样的做法 把我全部兵权交出来 我自己作战 这是黄仁瑜在他的大历史里面 从蒋介石日记来看当时的整个中国战场 你会找到答案 跟美国人相处之道 当你扶手贴耳他会叫你下跪 当你下跪的话叫你趴下 当你趴下的时候他就直接送你去坟场 你要直接告诉他 对不起 我是一个人 我有生命 我是一个国家 我有主权 你愿意让你的国家让大家来了解 做出这样的状况 其实彭皮 所以我听到那年轻人讲说 哎呀我们美国人爸爸 彭皮 美国人不会帮你当爸爸 你知道为什么二次大战之后 史达林为什么那么跟 当时的美国马上翻脸 布莱恩不是盟军吗 原因很简单 跟当时中国大陆一样 1941年 希特勒直接透过现在的乌克兰 当时还是属苏联 打进了莫斯科 包围了列宁格勒 占领了现在最重要的战场 克里米亚半岛 俄罗斯拜托美国人来支援 美国 1941年12月6号 珍珠港事件爆发了 美国参战 参战之后第一件事情 中国 你最精锐的部队帮我这个 英国儿子 守应免边区 在应免的殖民地 你知道美国会派谁去 很有名的将领 巴顿 去守哪里 去守英国的殖民地埃及 所以史达英说 我最近我在整个的苏联战场里面 我几乎要被 整个的 在前半年 你可以看当时的战报 整个苏联被希特勒的部队 俘虏加伤亡 在半年之内 超过了300万人 这是空前的数字 所以后来希特勒犯了一个错误 为什么 他跟他的将领说战争结束了 因为你有多少300万人 所以希特勒犯一个错误 连冬天都没有准备 才碰到了莫斯科战的时候 他完全怎么样 他完全没有准备东庄 可是当美国人在他的盟邦 苏联就要过来崩溃的时候 他派的最有名的猛将叫巴顿 去帮哪里 帮英国人守什么 1912年守埃及 英国的殖民地 他的对手就是我们赫赫有名的罗美尔 后来史达林又说 我快挺不住了 他就守了 打哪里 1943年 他登陆哪里 登陆了意大利 因为他们是基督教国家 要守把那个罗马拿回来 迟到1944年 苏联已经苦苦自身的三年之后 才与洛曼帝登陆开闭的第二战场 所以这也是史达林后来跟美国人翻臉 他认为你们基本上就是用我来消耗希特勒 我把我整个的土地 整个你知道 二次大战死伤最惨重的国家 如果比例最高是波兰 死伤最惨重的国家是苏联 两千万人 这是那个德国军事专家所 那死伤比例最高是波兰 因为人家把你当战场 现在台湾会不会变成另外一个波兰 就是俄罗斯把你波兰当战场 希特勒把你波兰当战场 两个 史达林跟 他们死伤人口比例是全世界 在二次大战最高的14% 但是人口最多的就是苏联 两千万人 所以我今天要讲的就是 如果今天我们年轻人家 哎呀美国爸爸会不会来支持我 我跟你讲 你叫他爸爸那不定理你啊 二次大战打到最昏天黑地的时候 中国战场 既然最精归部队是帮他的同胞兄弟 英国守他的殖民地印度缅甸 各位你去看看那件事 最精归全不是名将哦 孙力仁哦 郑栋国 廖药乡哦 每一个名将既然全部归使力为指挥 你那些穿草鞋的 打绑腿的 连一个部队里面可能每一个人还不配一支枪的话 你负责就跟日本打 同样的 当时的苏联几乎被整个盘子被希特勒端走之后 他去第一个战场是哪里 在北非 帮英国他的老大哥 走他的殖民地埃及 名将是谁 巴顿 这两件事情告诉我们 年轻朋友 你不要说美国人爸爸 你叫他爸爸 你叫他爷爷没用 你跟他没有关系嘛 但是呢 以色列 他要叫我们以色列爸爸 还是以色列家爸爸 我就不知道 所以我觉得当台湾你必须理解 面对任何挑战和困境的时候 你不是做一个扶手贴耳 就像蒋介石当年 1942年 史蒂威把他最精锐的部队牺牲代办之后 跟他表示歉意 说没关系 这不是你的错 你要当面生死他 结果因为1942年 他看清你之后 才会在1944年 带着罗斯福的姓汉 马歇尔的亲笔汉 叫你什么 交出兵权 为什么 美国人的立场 他佩服的是强者 所以美国人他认为你比他强 他就欣赏你 所以李小龙 在美国还算是一号人物 他不管怎么样 演的还是装的 他起码是 他是强者 那那些所谓的猪仔 他绑着辫子 他认为你就吓得人 为什么 你是最窝囊的 你看 美国在1869年 记不记得美国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南北铁路大贯穿 从西部往东部 从东部往西部 从东部往西部是爱尔兰人 因为爱尔兰人虽然是Undersuction 但是美国人在那个时代 不把他们当自己的天主教徒嘛 所以爱尔兰人负责建东到西 从西到东的这条铁路是靠当时中国的苦力 可是你看所有照片里面几乎找不到中国的照片 你们是赤展人嘛 你们哪有资格在照片里面出现 可是当时从西部到东部所建的铁路 华人建的铁路里面 平行而是最艰辛的 因为那个地方山比较多 山比较多 可是你靠边站嘛 你在美国就一山 有很多当年华人苦力的 下一代他们开餐馆 他永远翻不了身了 他就被人家看不起 最后我有点观念跟你沟通一下 我也跟年轻人讲讲看 你知道我从小 你只要把这一件事情放在心里 还有我们年轻的朋友 你就知道美国人会不会把你当儿子 你还是把美国人当爸爸 你知道我从小念诗的时候 就有一件事情 我一直搞不懂 哥伦布发现新大陆 哥伦布怎么又发现新大陆 我一直想不透 我到国二的时候 我记得很清楚 我到国二的时候 我终于懂了 懂了之后我心里很难过 哥伦布在1492年 这个意大利也发现了新大陆 到目前美国人还有很多 哥伦布的铜像 尤其意大利社群 1492年 哥伦布发现新大陆 你知道1972年 我看了一张照片 我看了照片中一个新闻 美联社的新闻 我那里面 我国二有一个印第安酋长 带着印第安酋长的头饰 拿着印第安酋长的权杖 坐American LI的飞机 各位如果有兴趣 还可以在网络中查到 这些情绪 虽然是50年前 在纪念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480周年 就是1972年 480年后 你知道他从罗马机场出 当然也是设计 也代表人家看不下去了 从罗马机场登机口一出来之后 他宣布说 我发现了罗马 各位 我困难了 我懂了 你怎么可以发现新大陆 1492年之前 新大陆上已经住满了 美洲的原住民他们有高度的文明 包括印加帝国 包括玛雅文明 包括欧兹帝国 结果你把你要当畜生 所以这个信第安酋长 才会跑到西方文明的花园地之一 罗马说 我发现了罗马 你知道后来我在美国 有一次跟一个教授讲 我说你们这个 哥伦布发现新大陆 如果不改的话 以后我每次到洛杉矶 我都会说 我发现了洛杉矶 哥伦布 发现新大陆 自己不要发现 因为他要合理化 他的占领行为 如果你不要发现 你就缺略了 但是英国人在这方面 还蛮有风度 你到英国 纽西兰 还有澳洲 他库克船长 是怎么称他的 James Cook 是第一个 Horse landed 有欧洲人 他不叫他发现 因为上面已经有毛利人了 你可以看就是 他们对一个所谓的 这种种族 几百年 他们用发现 就代表你根本不是人 你想想看 郑和下西洋 已经到了非洲的索马利亚 在1405年 600年前 有没有历史上写 非洲是被郑和发现的 没有啊 有没有写 郑成功发现了台湾 没有嘛 更不会想 荷兰人发现了台湾 没有 那上面已经有原住民了嘛 如果这种 成也逻辑的话 马可波罗也不敢讲啊 马可波罗发现了中国 马可波罗 他到中国来旅游 因为中国远远超过 当时的西方文明 他就代表 所以你可以了解 当一个国家到现在为止 还用discovery 来发现新大陆 你就知道他们的心态 而更可悲的是 我曾经跟教育局反映过 我们台湾的教科署也是 1492年哥伦布 发现了新大陆 那不敢改 因为美国老大哥 是这样子记载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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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 未经许可,不让我们进去 他用discovery的意思就是说 这块土地是我的 否则就想说彭P 你下次打个电话跟旧金山市长说 彭文正发现了旧金山 哪有这种怪事 人家那边住了几千万人 甚至还有最高端的文明 他说我发现了新大陆 所以我在小学时代你知道我真的一直搞不懂 怎么又发现新大陆呢 那他们不是有住人吗 1972年 我说那印第安酋长他打个满枪的悲愤 American DIY 门一门一打开 我发现了罗马 罗马 西方的文明 我也发现你了 你凭什么发现我新大陆 所以美国这个国家各位必须要理解 他们对有色人种 对他们原住民是这样子的话 他会把你台湾人当做儿子啊 美国基督徒都会有几些所谓的专用名词 彭P你知道19世纪 美国对他的所谓的美国的50州 已经建立了48州 后来陆陆续去夏威夷州和阿拉斯加州 已经掌握到差不多了 你知道美国就开始往东南美洲走 他就发明了一个名词 叫Manifest Destiny 东南美洲是我们的使命 Manifest 很明显的是属于我们美国人的 所以就跟当年 你记不记得 为什么整个东南美洲 只有一块是葡萄牙的巴西 就是当时的教皇 讲好 因为当时的新教国家还没有崛起 在1992年的时候 还是以旧教国家为主 我们以京都为限 这边属于罗马 属于西班牙的 这边属于葡萄牙的 所以整个中南美洲 只有葡萄牙是属于 巴西属于葡萄牙 因为由罗马教皇来割出来 所以美国这批不管是当时的旧教 或后来的新教 他们都会去创造一些名词 来合理化他的行为 包括Discovery New Continental 或者是叫Manifest Destiny 中南美洲 他们政治先言叫门罗主义 1832年不是个门罗主义 你们欧洲不能碰我 这是属于我美国人管辖的 但他们因为美国都是新教徒 所以说这是上帝给我们的 Manifest Destiny 所以这种种族的优越性 基本上来讲我们必须理解 你叫美国人爸爸 他不见得当你儿子 你唯一可以依靠的是你自己 和你选出来的领导人 这个领导人 有没有这个尬词跟美国人讲 出人命的是我 花钱的是我 战场也在我的土地上 还有未来也是我们的 这场战争 能不能听听我们的意见 而不是Mark Asper 好得意的跑回美国国会商专 说我跟蔡英文讲 台湾的要保守 男生女生都要当兵 一年以上 好得意哦 你不就跟蒋介石碰到那个史迪威 不一样吗 把兵权交出来 不然的话 他也知道你蒋介石搞什么鬼啊 蒋介石那时候也是整个蒋中 到最后人家就是破五成洲 你不换他 就后来换一个魏德迈 魏德迈就配合得非常好 后来魏德迈还来台湾访问过 魏德迈他后来参谋长 所以我觉得今天台湾在面临这样的情况之下 彭匹你想想看你自己的处境 这些政治人物 为什么要把你搞到美国去 你只不过是一个大学教授所长要对付你 为什么 你知道他的小辫子吗 你一个大学教授 一个台大新研所的所长 既然被逼着基督寺流亡的原因是 你只抓小辫子 他觉得那同样的 如果这批人被美国人抓到小辫子 那你不是 我不叫你流亡我叫你听话 不然你就流亡嘛 你就跟他别人去坐牢嘛 所以台湾今天我们未来选总统千万记得 一定要选一个 你起码操手上不会被人家绑住 我这话到时候一句话 某某总统 你在瑞士的账户三亿七千万了 好像快到齐了 第二天就再教你买三十亿的地雷了 所以我觉得彭P我们在这新的一年谈这个事有点严肃 但是真的 我昨天还跟我太太聊到你 彭P怎么会这么到现在还不能回来 我说因为他把人家的小辫子告诉大家了 人家没有办法 就只好把他逼出去 然后再搞一个就要封存三十年 就全世界简直 可笑到极点 然后 我不知道你在美国看你应该也看 开庭的时候你还记不记得 拿出他的博士论文 我简直翻掉了 我只是个硕士 我有硕士论文 但我硕士论文是一堆一堆的 我到王石坚办公室 王石坚那个硕士论文还有金装本 我怎么可能会找那个草稿出来 这是我的博士论文 这样的情况之下 台湾基本上 台湾基本上 既然 我很坦白讲 如果赖清德 连这些事情 都他当了党主席 都不敢声援的话 那将来也是一样 抓到你小辫子 叫你靠边站 这种事情是如此荒唐 你赖清德 如果当上了党主席 你不敢说 彭文正 我们来上一个节目谈一谈 我不对 但是我先讲 我不对蔡英文的论文提出意见 因为我不是博士 可以 但是如果就对你必而远之 那就代表 你也是一个胆小如鼠的人嘛 那你将来美国人给你压力 你一样是变成 卑躬屈膝嘛 我觉得今天 在这场选举最大的好处 就是你所谓的网军 你当初讲的四军总司令 和嘴军 全部出洋相了 网军嘴军全部出洋相了 你现在看到他们觉得很可笑 有几个还是你的好朋友 当年才很兼顾 但也看出来的格调的差别在哪里 我就不讲他名字 也是人生绿北色的 以前在台大新研所见过客的人 我就讲他姓毛啊 卢先生 他就这脸佩服 他是生绿的喔 他刚开始还对你有点不谅解 哎呀选举到了不要这样子 到最后觉得太一谱了嘛 你往嘴军 嘴军网军养成这个样子 太难看了嘛 你对彭文正这样子太 他是北色的 他是深绿的 是在绿色媒体当到主管中的主管 看不下去 但是呢 另外一些你当年的朋友 我评计论 反而呢 兴高采烈 好想他 这些人说是在 从这件事情里看出有些人的格调 真的就差 他就变嘴军了吧 为什么 可以领钱啊 那聊到你的时候 我想当年你跟彭文正不是巴地巴地吗 不是老乡关系吗 怎么这时候变成他义父 但王世坚对你还是 为什么 人家还是对你配从啊 为什么 他不是那种 拿人钱财 然后就跟你下跪的人嘛 有格调的人还是很多 所以我太太就问 彭P还在美国过年啊 我是在美国过年 他还没有回来 我说还没有回来 他说那总统选举 我总统选举应该到了 但是我觉得如果过了总统选举之后 不管 赖清才跟你见面 我都觉得那我都认为这个人 将来也是狼骨头 你如果说赖清得招接着党主席 宣布参选总统之后 第一个我上彭P的节目 我跟他谈 就代表这个人 起码 你不要说很美能对千夫子 你很美只要对一个人就够了吧 你都不敢 不过我相信 这次选战 以目前的情况来讲 会不会发生 以及让赖清得拿走 我干脆让美国同路人拿走 大家互相保护 假设赖清得也是美国同路人的话 当然 因为我交给美国同路人 我在这一段全力配合美国 那将来我就可以继续保自己 所以你不要认为朱立伦一定出局 虽然朱立伦说实在 他一点机会都没有 但是他以美国同路人的身份 也不是 你可以看他 完全不像在野党 碰到执政党 这一次是谁帮的大忙 是林志坚帮的大忙 是陈明通这些家伙帮的大忙 是网军嘴军帮的大忙 是高鸿安帮的大忙 朱立伦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他当个在野党主席 你不见这个人 所以我们都是基督徒 你知道我现在最多的时间看圣经 很有意思 看 然后从圣经里面真的我觉得 深的 我最近好看 有一段话还蛮有意思 以前看过就忘了 日光日下没有新鲜事 今天发生的过去都发生了 今天所看到的事情 你不要新鲜 都是以前发生过的了 过去所做过的事情 曾经做过 今天台湾这种下场 平日上都有 日光日下没有新鲜事 但是还好 上帝绝对是站在公寓的这边 你看所有的妖魔鬼怪到最后全部出洋相 我们最熟悉的约伯记 你说约伯那时候多惨 多惨 约伯到最后还是 但是 上帝站在他这边 因为你公寓 所以我相信 彭P 你不用当什么部长院长 你在中华民国的民主政治上 你也留名了 你留名了 你让一个总统 只因为论文来追杀你 从通级到取消护照 你也留名了 蒋介石没干过这种事 因为没有人敢弄蒋介石 所以我觉得 真的 可能你想想看 你起码 当然我相信你不是为民 但是你这种道德勇气 我平心而论 我自己前任我在议会当一个坏蛋 专门揭发别人的那些贪官污吏 我跟你不能比啊 我面对的是一人同仁 你面对的是个国家机器 尤其那网军贼军 还好 全部出洋相 全部出洋相 真的老天有眼 这次平心而论 我再一次强调 记不记得选完之后 第一天上的节目 你扮演的关键的钥匙 因为你的网路 你的论文事件 让执政党听到论文就仿佛得到了诅咒一样 紧张得不得了 否则林志坚那种论文有什么关系 你看后来没事了 为什么 承认错误嘛 郑文灿我不认识个人 他起码就对了 我抄了 蔡思映 我抄了 那个 蔡秘儒 我抄了 那我就 辞掉吧 可是一开始 因为 蔡英文对论文这两次太恐惧了 因为你的关系 他就硬熬 硬熬之后全党力挺 这个真的夸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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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错 我忍不认识 我已经不认识了 就是 那里 如果没有 0 这个 赞 by bw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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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 by bw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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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wd6